如果有a加b的三次的话到底会怎么样呢 你可以利用a加b平方去乘ab 展开来看看 所以它会变成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去乘一个a加b 乘a加b不乘ab OK那于是这个会一起乘a 就会有a三次加2a平方b加ab平方 以及全部都乘一个b加a平方b加2ab平方加b三次 OK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三次方展开的公式 就是这个 a三次加3a平方b加3ab平方加b三次 那就是系数 当我们的a从三次两次一次到没有 这个所谓的a降密b升密的排列 b从没有一次两次到三次 它的系数会是1331 那如果是减的话呢 除了一样 a降密b升密 系数还是1331 然后会变成正负正负 所以是a三次减3a平方b加3ab平方减b三次 那我刚刚讲了 你如果想要知道为什么它会是负的 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 刚才这个去斩啊 去斩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是负的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可以这么想 就是说 a减b的三次呢 要哪一些地方是负的 因为你等于是把a加b三次的b换成负b 它等于a减b是a加负b 所以你刚才这里看到 有b一次就会有变成负b 那b平方呢 因为负负的正 所以b平方就还是正的b三次就是负负 可以吗 OK 那在这上面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 所谓的巴斯卡三角形 你会看到11 然后1写下来之后 1加121就是这个121 然后1写下来之后 1加23 1加231就是这个1331 然后1写下来之后 1加3是4 3加3是6 3加1是4 1 所以我们的a加b的四次 它就会是a四次 然后4a三次b 然后6a平b平 加4ab三次加b四次 注意一下它会有五项 1 2 3 4 5项 1 4 6 4 1有五个数字 因为它会从a四次三次两次一次到没有 b从没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那所以它总共会有五项 系数就是这个 1 4 6 4 1 好 那你如果真的去展啊 你把上面这个再乘一个a加b嘛 再展开你也会得到这个 好 那 事实上呢 好 事实上呢 11 1的平方就是1 2 1 11的三次就是13 3 1 11的四次就是14 6 4 1 可以吗 好 那你说 为什么 11的次方 可以刚好这样子加加加加加 1加3 3加3 3加1 为什么 这大理解很简单 比如说我11乘11的时候是11 11 1 2 1 我中间这个2怎么来的 是不是就是1加12 好 那我1 2 1再乘11 变11的三次 对不对 所以我1 2 1乘以11的时候 是不是变成1 2 1 1 2 1 那这样怎么样 1 然后是什么 1加2 3 1加2 3 1 再乘11呢 那是不是13 3 1 1 3 3 1 那我怎么算的 是不是1 然后1加3 4 3加3 6 3加1 4 1 所以其实我们在乘 这个次次乘法在加的时候 就是这样加的 对不对 1嘛 1加2嘛 1加2 3 1加2 3 1加3 3加3 1加3 所以说这个数字 像这样子一路加下来的数字 那你就会看到下面这一个 1 1加45 6加40 6加40 1加45 1 就是a加b的五次 它同时也是a减b的五次的系数 只是减的会有负的 我们等一下再处理 那就是说它会刚好符合11的次方 不好意思到五次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符合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实际上数字在计算的时候会进位 我们这个讨论系数的时候是不进位的 也就是说你算这个 1 1 4 6 4 1 1 4 6 4 1 的确会11加45 诶 它这个10是不是就要进位 对不对 然后这个4加6又是10又要进位 对不对 然后51嘛 它就没有那么漂亮说答案也是14641 它的答案会变成是161051 就不那么漂亮 可是概念上还是将算没有错的 只是它没有在做这个实际的11的次方的时候 到5次就不合了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 A加B的4次呢 其实是有4个A加B的括号乘在一起 那这4个A加B的括号乘在一起 如果我要产生这个所谓的A三次B 这一项 那这4个括号 它在整个展开的过程中会经历过 就是你是出 我们今天假如想两个括号 你就知道说它是A乘A A乘B B乘A和B乘B 那也就是说怎么样 两个括号各自会 都会有过一次出A 去乘到对方出A或出B 出B或去乘到对方出A或出B的机会 所以说展开来的4个结果 A A A B B A和B B 分别就是因为你选择出A还是B 你选择出A还是B 然后才用4项合并成3项 因为AB等于BA 三个括号的时候也一样 你出A还是B 你要出A还是B 你要出A还是出B 其实会有2乘2乘2 8种结果 那8种结果才合并成4项 就是A三次两次一次 B三次这样子 所以4个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其实整个乘开来 如果你不整理它 整个会乘出16项 就2的4次 你要出A还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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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乘A乘A乘A就A四次 如果A乘A乘B乘A就A三次 如果A乘B乘B乘A就A平B平 对不对 最后呢 A三次B前面的系数到底是多少 我们刚才提到A乘A乘B乘A是一个 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B乘A乘A乘A 还可以怎么样 那我们是要全部列呢 不用 因为每一次产生的这个A三次B 系数都是1 因为A A B A 一个A三次B B A A A 一个A三次B 我们只要去想到底会有几个 就是说你可以选A和B 你可以选A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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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结果是有三个A一个B的 这样会有几个啊 其实不难理解呢 就是说四个括号中三个出A一个出B 那你出B还是你出B还是你出B还是你出B 所以就是四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那句四个括号中三个出A一个出B呢 我们后面学到排列组合 你就会知道 这个东西其实是C4取3 所以我们的这个巴斯卡三角形的这个巴斯卡 它其实本来核心不是在讨论这个成法公式的系数 它是在讨论就是排列组合的问题 那这个巴斯卡三角形呢 它反映到的这些数字刚好就是 这个以我们这一排14641为例 14641为例 它刚好反映的就是四个括号 四个东西里面挑四个 四个东西里面挑三个出来 有几种挑法 四个东西里面挑两个出来 有几种挑法 六种 我在这里可以数给你看 就是假如我们把这个叫做1234 这四个括号 会有121314 2324和34 总共六种 其实去列这个 把这六个列出来也算一种能力 就是清楚的调列 像我刚刚你们发现我怎么做的 我先列1开头 然后2的话就不再列21了 就是我不往回头找 我只往后面找 这样就避免重复 那341213142324 然后34 这样就六种 那四个的话呢 四个括号里面挑一个 你可以说我这三个括号 看是你要出A 还是你要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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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可以 对不对 看谁要出A 这样这里就有一个 A B34 或者你也可以怎么说 我从出B的角度来看 我从出B的角度来看 可以是123出B 也可以是124出B 也可以是134出B 也可以是234出B 好吗 就是说四个中 我们再做这个 四个中选三个 然后答案也是四种 是哪四种 一样 要有能够调列他的能力 才不会有一天突然怀疑 真的是四种吗 还会不清楚 这样子 这是C四取零 所以说我们到排列组合的时候 还会再看到一次Basca三角星 现在呢 如果你有懂它的话 首先先写这两行 然后写 这一个强 那我们来大家写一次 我们刚才已经 掌握到14640 就是A加B 或A减B 四次方的系数 只是怎么样有负号 那这个负号怎么放呢 从A四次开始 正负正负正负 那我们先写下来再看 所以是A四次减4A三次B 加6A平B平 减4AB三次加B四次 那我们再提醒一下它的特色 四次方会有五项 A从四次三次两次一次到没有 B从没有一次两次三次到四次 除了系数是14641之外 正负号怎么放 从A四次开始 正负的正负的正负的 负的正负 我是多讲两个 正负的正负的正负的正负 那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 就是把减B视为加负B 所以B出现G数次 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负的都是BG数次的时候 就会是负的 那如果是B偶数次就是正负 因为负负会得正 可以吗 那所以A减B的五次 这个会是什么 这个会是A五次一样减5 A四次B加一五十十五一 十A三B二减10A二B三 加5B四次减B五次 那于是我们来完成刚才的这个6的 你有写了吗 一六十五二十十五六一 可以吗 所以最后这一条 A六次到零次 然后一六十五二十十五六一 然后正负正负正负 所以是A六次减 6A五次B加15A四B二减 20A三次B三次 加15A平方B四次减 6A一次B五次加B六次 这样可以吗 关于这个巴斯卡定理 还有一个小小的特色 巴斯卡三角形 还有一个小小的特色 就是1加1刚好合起来会是2 121合起来会是4 1331合起来会是8 1464一合起来会是16 1515一合起来会是32 16151561合起来会是64 那这个我们学到排列组合的时候 会透过这个所谓二项式定理 去让大家知道为什么 它不只是偶然而已 它是有一个道理的 那之后再教 那我相信有一些教材 其实现在已经不会放4次以后的公式了 那不过基于两个原因 我还是会教啦 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 螺旋式的教学 我们一开始多教一点 你们学校不考就不考啦 你听过就算了 那还有一个关心呢 就是说 其实课纲呢 调整的比较简单 它是希望留下余裕 让学生可以去学课外的内容 如果你特别对数学有兴趣的话 你就会愿意多学一点数学的知识 那我相信既然你来看影片 应该是想要把数学学好一点吧 那你就多学一点 那这个就是自学的一部分嘛 所以自主学习并不代表就一定不能教的多 而是说教的多的部分 那你愿意听你就听 这就是你自主的愿意来听 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里 介绍巴斯卡三小型 下一堂课再大家看三次的 还有再延伸出来的立方核跟立方差的公式 再来看三次的立方核